第一个是资料来源是从网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先找到那个 在台北市政府提供的这相关的资料 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要可以把它秀出来类似像 像这样的一个网页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先秀出一个比如说上面一张图 然后下面的话呢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list在底下 一个listview 那这个listview里面我需要做什么 说做这个他是哪一区 然后呢他是有几个 那我点击之后他可以跳到那个页面去 不过这个地方在讲这个之前还是要先了解 就是说listview里面要怎么去加那个 我们的后面这个这个泡泡 基本上特别注意就是在第3章的3-7里面 在listview里面我们简单 把listview的相关的元件 再稍微重点提示一下 因为早期我们都直接用那个 Dreamweaver里面的那个功能拉一拉 让他做出来 那他的结构 基本上呢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你要做一个listview的 基本上 他一定是这样的结构 就是ul 开头 ul结束 那里面的话用项目符号 所以li li 有没有 那你做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 最阳春的那个listview的 做法 那主要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在这个ul后面会加上一个叫listview 表示他就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listview显示的方式 那后面为什么可以 自动帮我显示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有引用那个 JQuery Mobile 的显示库 那显示库里面有CS的样式 自动帮我格式出来 不过好像这样的太阳春了 我希望能够做出类似像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有什么呢 有圆角 有没有 有圆角 可以在外面 这边有圆角 你会发现我们 这个圆角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在以前 如果说 要做美工的话 花很多时间 可是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自动可以帮我做一个内缩 并且做圆角 最关键就在哪一个 哪一个ID 其实你会发现 在这个listview里面有没有 加上什么 加上datainsert 等于true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呢 变成有内缩了 OK 所以 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他就是没有内缩 可是你加了之后的话 就有内缩 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开